9月17日至9月21日 第21届上海公布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展会上 具者了解到一款由中国多家智能制造联合开发的 智能工业软件和智能操控平台正式对外发布 这款被誉为中国工业版鸿蒙的智能操作平台 将打破长期以来外国工业软件和操作平台 对高端智能工业的垄断形式 让中国智能制造摆脱了缺心爽脑的尴尬境地 工业软件及控制系统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重要基石 相比发达国家 中国在工业软件及控制领域面临着总体发展水平落后 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对外溢存度较高 缺乏龙头企业引领空壳化现象突出等诸多问题 此次发布的首个中国企业研发的工业软件及控制系统 将运动控制和编程逻辑控制器 可视化机床加工技术 机器人技术 机器视觉 安全技术 状态监测和测量技术 集成在同一个系统控制的工业软件平台上 可提供具有良好开发性 高度灵活性 模块化和可升级的 自主可控的互联网控制网络系统 不单单解决我们整个国家有制造大国王 制造强国跨越这样一个核心支撑的问题 更关键的实际是解决国家未来制造安全 这样一个问题 除了首个中国企业研发的工业软件及操控平台 此次工博会上 记者发现 协作机器人也是本次展会的重点 伴随着一安装 一操作 扩展性强 低价格等特性 协作机器人也成为了各机器人企业主推的机器人产品 随着智能制造的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者合作共赢 占逐渐与世界高端制造同步 中国企业也通过自身的改变 一改加工组装厂的形象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